保安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教育及文化組織質詢 業者請中嘉賓委員質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在場的院長各部會首長 有請蘇院長 蘇院長 潘部長自行準備 不好意思 老館長的緊張 所以今天會說那麼多 等一下不用讓你說太多話 你就說可以不可以 這樣就好 院長好 好 委員你好 院長 為了反和一下緊張的氣氛 我本來要跟你說 屏東現在哪三高 但是蛋放在面前 我給你問一個問題 很輕鬆的 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嘿嘿 這個很好的問題 但是自以來這些回答都沒有定論 對啦 雞生的一定是蛋 但蛋孵出來的不見得是雞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是先有科技園區 科學園區 還是先有六都大都會 因為設了科技園區變成大都市 還是因為它是大都市 我們才去設科學園區 這也是大災運啦 都是見仁見智 演化的過程各有不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我們台灣有這麼多啦 台中有中科 台南有南科 台北的內湖有內科 請問高雄的小港有什麼 小兒科 不是啦 它有軟體科學園區 這裡面呢還有桃園 還有桃園你看桃園它沒有科學園區喔 但是桃園有什麼 桃園有機場 那新竹呢它不是六都 但是它有交大跟清大 所以接下來我要請院長看一下喔 其實過去啊 我們很多地方首長都說 他當選了縣市長 要幫地方爭取科學園區 為什麼 我們看桃園那時候 呂秀蓮副總統要選桃園管理院的時候 他的對手就說 要設立一個鴻基智慧園區啊 為什麼 大家都要科學園區 好 就直接說了啦 因為科學園區代表什麼 代表高品質的就業機會 對環境低汙染 對就業者呢高薪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要嘛 例如說設工業區不一定大家要 但是科學園區大家都想要 但是這樣的工作機會 不可能全台灣4K都無 我們來往下看 所以你看喔 不管是內科外科啦 只要能夠創造就業的就是好科 要創造就業要怎樣 要人進的來或出的去 要怎樣 要有交通啊 你交通好 你人才可以進來就業 你產業才會在這裡設立 你交通便利 你的貨送的出去 人家才會在這裡設產業 所以有交通 有產業 就有人才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剛剛講的幾個竹科 竹科雖然他不是在大都會 但是他有學校 有培養人才 桃園 雖然沒有科學園區 但是桃園還是六都之一 因為他有機場交通便利 接下來齁 我們要跟你講的齁 最近齁 聽說齁 你看看這次台灣燈會 屏東辦的怎麼樣 非常好 非常好 聽說是 30年來台灣燈會 最美的燈會 你同不同意 在整個屏皮 網路上也這樣講 說是最美 歷史上最美的燈會 30年來 你有想到嗎 2001年開始 交通不關光局 讓各縣市輪流來辦燈會 為什麼屏東是西部 最後一個輪到辦燈會 那麼好笑點嗎 當年是怎麼一個一個選 我不一定很清楚 但是屏東人很爭氣 這一次中央也幫忙很多 那志工甚至於廟宇 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大家看到屏東的美麗 那屏東也很有勇氣 歷史上第一次打破生肖燈會 你剛才用魚 院長 我現在重點不是在躲美 因為那天你有講 我非常感謝你 你那天就說 燈美不美 觀光局會搞得很好 但是交通方不方便 中央要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全力支持 對不對 謝謝院長 所以我 因為我也辦過燈會 所以我非常清楚 那我也非常了解屏東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是燈會那天才去 我是寒早去 而且我就講明 一定在接駁車 所以屏東要多少我都給多少 謝謝院長 所以我要告訴院長 我在擔任副縣長期間 三次代表屏東縣政府 去跟交通部官員 爭取燈會主辦權 三次都說了 因為評審委員說 你們很有創意 但是你們交通實在不方便 所以 不是好處定案 對 是因為交通不方便 所以才輪到最後一棒來辦燈會 沒想到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院長的指示之下 我們屏東很爭氣 我們辦出了三十年最美麗的燈會 但是 還不能改變 屏東交通不變的事實 所以 老闆長 我們屏長 屏東需要交通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雙東 高鐵要前進雙東 你來看一下 日本目前有九條高鐵 它有五家公司在營運 營運的長度三千兩百公里 目前台灣只有一家高鐵 只有三百五十公里 台灣不會永遠只有一條高鐵 所以呢 我們請出個題 我們希望怎樣 第二條高鐵 是從高雄到台東 我們需要環島高鐵之前 先前進雙東 院長 願不願指示部長 往這個方向去努力規劃 願意 好 謝謝 所以不只是我屏東我家 我要告訴院長 我屏東我需要 除了高鐵需要什麼呢 我們往下看 目前呢 我們全台灣 有二十五間醫學中心 還有二十四坡的人口 住在沒有醫學中心的地方 院長 你知道 全台灣有哪些人 住的地方 是沒有醫學中心的嗎 我跟你說 你看到 目前有設醫學中心的 絕大部分在六都 為什麼醫學中心都設在六都 因為六都的人命比較值錢 因為六都的健康比較差 所以是要設醫學中心照顧嗎 不是啦 你只要仔細看這個圖 因為醫學中心要設在 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地方 所以人口沒有破百 醫學中心設不下去 那幾十歲啊 屏東館的人口沒有一百萬 很多館的人口沒有一百萬 應我們沒有 他讓中心來做後援嗎 不是 院長有個解方 怎麼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雲林 雲林呢 是我們 扣除六都的第三大線 屏東扣除六都的第二大線 嘉義跟雲林怎麼做 雲林有台大醫學中心 台大醫院做後盾 他設了分院 嘉義呢 有長庚醫院 設了嘉義分院 屏東呢 目前感謝行政院的支持 高雄榮總要來屏東設大五分院 這個院長知道嗎 我特別要講 這一次民進黨執政後 特別 就屏東的醫療資源增加 大刀叩服 所以 在106年12月 就合定義大醫院 來在屏東分院設立 另外 就是你說的 榮總在大五營設分院 謝謝中央的支持 謝謝民進黨的支持 現在108年去年 今年的9月要動土 10月要動土 預定114年 他要完工 114年10月要啟用 拜託院長幫我們盯個進度 不只在中央繼續執政 在中央要繼續支持 高雄的大五分院的人力 原合編制要給足 好不好 這樣才能按時啟用 好不好 好 謝謝 除了高鐵跟醫院之外 我們還要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在當現場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當現場的時候 屏東一年有將近一萬五千個國中畢業生 幾年啦 你現在當院長了 屏東一年只有八千個國中畢業生 這個升學的管道呢 就這麼多 我注意到一個現象 過去這三十年來 從你離開屏東之後 屏東只增加了兩所國立的國立學校 一個叫國立平北高中 道主這兩間學校而已啦 沒有道主其他學校啦 但是我們倒了兩所學校啦 一個叫永達 一個叫高峰 院長你知道嗎 好 為什麼 我們說 我們人數減少 但是我們普通高中的新生 增加了一千人 我們技術高中少了兩千人 我們的武專也少了五百多人 整個您當縣長 跟您現在當院長的時候 屏東的國中畢業生 固定有將近兩層 流落到外縣市去升學 什麼原因 我告訴你聽 總經理會議 其中一個叫做中山工商 中山工商現在是 我們高雄南台灣 很大的一個技術高中高職 有將近一萬個學生 將近一百輛校車 有163條路線 他大部分一半的校車 用來屏東載學生 為什麼這個中山工商這麼窮 那屏東的蘇林學校 不要辦嗎 不是嘛 為什麼 因為他臨近三個高雄的公約區 有四萬兩千個就業機會 人家說 我們屏東市周邊的公約幾個就業機會 我們屏東市周邊的公約 只有不到四千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發現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往那裡去 社學校 因為念技高的孩子 就是家庭經濟 俗藥公 他去就業 所以家長把孩子 國中畢業後 從屏東送到高雄 就是為了要就業 要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 我們來看一下 人家說平平十八歲 大小和差十多 這個文工山 這個工科 九小看得大 平平是1965年到1967年 永達現在已經 怎樣 已經退場了 政修越做越大 部長 院長 院長 你覺得什麼原因 為什麼做成平平等年 英國也有錢 政修也有錢 為什麼經過幾兩年 政修越來越大庭 英國不學生 來 我就直接跟你講 因為我們的連招制度改變了 他在唐歐磚 是什麼樣 北北基宜 南高平 南武磚 十五歲的學生 科五專 他的附近找學校 政修跟英國 家庭都熟悉 都不錯 都老了 但是呢 改成科大之後 是全國單一招生 屏東的小孩 不一定要讀英國 他要讀其他國立的科大 他讀不到平科大 他再讀別的科大 其他外觀的學生 他如果念私立的科大 他會到高雄啊 他不會來屏東 不會嘛 所以連招制度改變了之後 從專科變成科大 從南區的五專連招 變成全國的科大普招之後呢 政修辦下去 屏東辦下去 請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在屏東的技術高中 百分之九十八 屏東的技術高中的學校 九十八是在地的 但是屏東的技專院校 只有不到四層是屏東的小孩 這樣知道嗎 我們屏東的技術技專校院 美和大人屏東科大 還有屏東大學 四屏不夠是屏東小孩 所以屏東小孩要讀 技專要去哪裡念 要到多元七了 所以你來看喔 我這種屏東大學 國立的更慘 國立的兩所大學 屏東子弟多少 屏東大學八趴 屏東科大四趴 新生入學喔 只有四趴跟八趴是屏東子弟 屏東主題要在屏東塔 國立大學 沒有機會 保長啊 你長啊 我們要怎麼樣 有什麼概念 我們繼續看喔 為什麼學生留不住 學生笨了齁 第一個你要靠近教育市場 第二個你要提供好的技術 培育教育啦齁 我們屏東附近產業就業機會 跑到台灣高雄訓練技高 我來嘴個例子好了啦 全台灣目前 我們勞動部的勞發署 有五個職訓中心 其中的高評分署 他一年的資本和投資就七百八十萬 我們立心喔 一年的學位收不清四萬了 所以他發作投資嗎 你繼續看 阿俊說你是市立技高的校長 你是要買六萬塊的風調設備 或是要買一百七十四萬的CNC自動車床 你說是投資嗎 沒有嘛 所以你就是餐飲科嘛 屏東的技高中的餐飲科 餐飲科叫低技術 低技術代表什麼 低薪啦 為什麼屏東的資本這麼可憐 屏東的屬性無法投資 因為投資不去 繼續看 所以你要看 志願有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設備不能移動 學生可以移動 所以我不是跟教會部主張而已 我跟勞動部主張 現在部長在這樣聽 因為上面 指示勞動部勞發署 最好他的職訊 可以併到我們的清發署 併到我們的教育部 併到我們的計職師 讓這些國家投資的設備 私立的技高也可以使用 院長你同不同意 你這段說得很好 你這段說得很有力 我在聽 不是說對高雄的感情 這相信全台灣 像你這個角度分析問題 我這 一方面是藉堂改變 私立學生變化 一方面是 投資不去 惡性循環 因為時間有限 我都第二問題 我同意 我請勞動部 教育部 最關這裡的問題 好 來馬上來面對這裡的問題 第二行 你來看 六都裡面 六都裡面 很好 學校沒說太多 但是人口一直增加 表示說 他為什麼人口會增加 沒有學校 因為他的交通方便 學生不用自己訓練 到外縣市訓練 只要有機會 學生還會回來 屏東的交通沒有那麼方便 學生一旦到外地受訓 他就不需要回來 這樣知道原因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 藤園 藤園有交通方便 他教育不比屏東那麼多 但是 屏東的交通不好 阿嬤沒有經過教育 我們的小孩沒有在在地讀書 他以後就不會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呢 有一個什麼方式 桃園農工 桃園農工過去在藤園兩個技術高中 一個是龍潭 龍潭高農 一個是桃園農工 桃園農工 本來招生也面臨困難 但是自從跟北科大合併之後 北科大變成他的複色的 他是北科大複色的農工 現在的自由生自由 跟大家在相機 為什麼 我只要進入了桃園農工 未來有機會就業之後 我四季可以念什麼 念台北科大 台北科大 是全國數一數二的科大 所以說 如果要進名校 不如進他的分校 進了分校 以後這樣就有依靠 所以我這邊提出說什麼 我希望說未來 你可以在屏東 好 謝謝 感谢观看